当严重 主持人悄悄打打带动气氛 地板上一排躺着的民众 都是睡觉大赛的参赛者 民众有备而来 耳塞眼罩专属娃娃和小贝贝 样样都备妥 但要在七分钟内睡着 真的不简单 我的战略是有睡 但是我只让自己睡不饱 就睡四个小时 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睡的话 身体是会很亢奋的 主持人在一旁敲锅 唱歌和猜谜 不断干扰 在开放空间能够入睡 已经不容易 过程使用心率和副交感 神经测量器 远端监测血氧心率和PI值 时间内数值差距最大 就算获胜 排排座放空发呆 民众参加发呆大赛 不能闭眼超过七秒 每个人都露出放松的呆萌表情 其实我从小到大 还蛮会发呆的 我只是在想说看很好笑 然后来报名 但现在社会可能很黑暗 或是很多压力 但是你一定要找时间让自己放空跟放松 那我这边是结合生意疗愈跟音乐疗愈 跟冥想引导的部分 可以透过播放一个比较 自己比较喜欢比较舒缓的音乐 来做帮自己可以达到这个舒缓的效果 生活压力大失眠是现代常见的文明病 睡眠疗愈专家也建议休息时间多放松冥想 让身体也有喘口气的放松时间 三约新闻周光的配话特别报道